多拉A梦与小超人帕门梦幻联动 两者都是腾子F布尔熊老师的作品 还有作者的其他几部作品也露脸了 快来看看你能找出几部吧 话说空中的飞机忽然着火了 乘客们吓得惊慌失措 小超人帕门和他的小伙伴来了 几人联手合作 拖起了坠落的飞机 只见画面一转 原来又是小夫在炫富 这是他爸定制的家庭影院 音响的效果就像身临其境一般 而大雄这货 竟然再给静香讲小超人帕门的剧情 小夫傲娇的自尊竟被大雄蹂躏 二话不说把大雄轰走了 可大雄还想看电视呢 于是回家哭求蓝胖子帮忙 蓝胖子拿出了超大屏立体电视机 这可比小夫家的电视高级多了 蓝胖子让大雄去侧面看 这一看可把大雄震惊了 人物竟然在屏幕外面 原来未来电视都是立体投影 是由电脑模拟出来的电视世界 而更令人称奇的是 这个电视世界里的东西都是真的 竟然可以把东西拿出来 大雄想看看其他频道 不二雄老师的其他作品亮相了 这些你能叫上名字来吗 我只知道齐天烈大百科 忽然一头霸王龙大吼一声 吓得大雄这货赶紧换台 这真实的效果太震撼了 大雄非常喜欢这台大电视 电视里的偷猎者正在犯罪 这时小超人帕门来了 帕门让偷猎者把动物放了 偷猎者直言还要靠他们赚钱呢 小超人帕门看不下去了 这是他管定了 尽管偷猎者手里都有枪 可帕门的速度和力量都无可匹敌 偷猎者们只有挨打的范儿 大雄看得上瘾了 直接爬到了电视边上 蓝胖子拉着他说太危险 可大雄太入迷了 结果两人都掉进去了 恰好砸到了偷猎者头目 小超人帕门可以躲过子弹 偷猎者问大雄是什么人 大雄说自己谁比大雄 还让偷猎者们主动束手就擒 结果却让这个头目心生一计 偷猎者头目让帕门快助手 原来他手上有了谈判的筹码 大雄和蓝胖子被抓了 可大雄还乐呢 帕门说偷猎者太卑鄙 大雄让帕门快收拾他们 结果遭到了头目的呵斥 大雄还以为电视里没事呢 蓝胖子告诉他这些都是真的 而且很可能会受重伤 可帕门此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偷猎者趁机释放麻醉瓦斯 小超人帕门被麻醉了 随即被扔进了铁笼子里 大雄希望其他小超人能来 这话倒是提醒了蓝胖子 于是他扯下了四次元口袋 跟大雄配合拿出了外卖电话 用他拜托别人办事 不会被拒绝 于是他们给小超人帕子打电话 大雄还想做自我介绍 结果被蓝胖子呵斥一番 赶紧让他过来救人才是正事 接着又给其他小超人打了电话 蓝胖子刚放下电话 偷猎者就朝他俩走来了 他奉头目的命令来处理掉他俩 大雄和蓝胖子慌了 眼看着就要命丧皇权 千钧一发之际两人得救了 其他小超人也赶来了 偷猎者们这下惨了 大雄和蓝胖子也松了一口气 可小超人怕门危险了 偷猎者头目放了一头 三天没吃饭的狮子进了笼子 小超人们都震惊了 大雄让蓝胖子想办法 蓝胖子扔出了淘太郎团子 结果差一点就扔进去了 想再扔已经没机会了 头目下令干掉怕门 只见狮子张开血喷大口 就在大家都以为完了时 狮子竟然从笼子上飞了出来 重重摔在了地上 所有的牙都碎成了渣渣 小超人怕门一点事都没有 大家看了都很兴奋 没想到连狮子都被打哭了 怕门让偷猎者做好觉悟 结果吓得他们主动钻进了笼子 一只猫溜进了大雄房间 来到了超大屏电视机前 还看到了遥控 大雄正想跟怕门握手时 这只猫按下了遥控器 紧接着画面不断切换 大雄和蓝胖子不断穿梭于画面间 电视没人看 闲废店就直接关了 大雄和蓝胖子傻眼了 赶紧朝着出口方向跑 结果撞到了东西 转身一看更慌张了 原来是之前的霸王龙 胖虎还在小福家看电视 恰好小福换台了 结果看到了大雄和蓝胖子 小伙伴们都蒙圈了 不知道这是咋回事